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独生区居民司马南 我在海华岛上跟您接着讲的福尔切克先生 叫安德雷福尔切克先生 他关于中国问题中美关系问题 以及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一些思考 安德雷福尔切克先生他是一个俄裔美国人 是苏联解体之后动欧国家待不下去了 然后呢跑到美国去了 他是怀着美国梦到美国的 但是在美国他所看到的现实击碎了原来的那个梦想 用中国人的概念来理解 那就是说呢他本来脑子里有公知倾向的 以为美国模式别是世界模式 倾心想往着美国幸福的浪漫的生活 结果到了美国之后 他发现哦美国原来是这个养儿的 不但美国如此 而且他走了世界上 一百多个国家发现这个世界的动乱之源是美帝国主义 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 于是他的良心受到震撼 于是他以此为基础开始做学问 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一个有一个学者也是一样 这个学者他他倒不是公知 他是在做外交工作 与外语好的不得了 倒是到了这个欧洲生活 然后走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走过了之后 他回头再看看 发现中国的这条道路啊 是最适合中国自身的道路 是中国能够由此而走向富强的道路 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几十年来 对公知们宣传的美国那种普世价值 以及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那种东西 多半是一种标榜 是人家的一种武器 我们很多人上了当了 在这一点上 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 他到中国来的时候 中国航空航天大学的张玉成博士 两个人的对话 我用了两期 今天是第三期 各位讲一讲 我觉得这位既了解东欧 又了解美国 了解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道路 并且以此作为学术根基的 这样一学者跳出来美国 跳出来所谓苏联模式 然后来看待人类发展道路 给中国人点的那些道 给中国人提的那个醒 特别重要 在这件事情上 我倾向于认为 我们很多在国内 包括知名度很高的一些学者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比起富尔切克先生 那差很多 比方说在谈到所谓这个 全人类的政治理念问题的时候 中国提这个口号叫做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富尔切克先生对这个话 有非常高的评价 当富尔切克先生在国内 被骂作中国的舔狗 被骂作呢 是这个亲共者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其实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他看到了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 这样一个实际上最大的 恐怖主义者的面目 看清了 看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 最后呢在美国那种设计之下 国家民族走向的不归路 他非常痛心 但是他曾经一度对中国也有误解 因为他总是认为 中国对美国太软了 他一度认为 古巴那种做法是最正确 但是他又有一种 内心深处的无力感 古巴对美国态度非常强硬 但是古巴的经济发展 在全世界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古巴呢 他骨头很硬 但是他力量很小 一个力量很小的 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 后来后来 当他对中国了解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才转变了观念 也就是说 他对中国的了解 并不是无原则的站队 而是在了解中国的情况 了解世界情况之后 对中国产生了这样一种 高度的信赖和 非常的 非常高的一种评价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甚至有些激动 他说这是中国面向 未来面向世界 回答了中国立场和中国目标 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第一位的问题 他很好地解释了世界 对未来中国道路的疑问 让世界明白了 说中国到底要干嘛呀 中国发展了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人类命运共同体呀 他说这是这一句话 非常好的 展现了中国伟大的主张 他甚至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当中国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美国中国说什么 美国都都在那这个反对 但是这个话茬 美国从来没接过 哎 还真是啊 比如说在各种场合 中国人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从来没就这个话题本身 来提出反文言这话题 他是全包括了 同此在内 所有的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怎么反对呀 你反对不是把自己给摘出去了吗 他没法反对 因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边 你没有办法立足 没有办法立足 但是美国不痛快 因为你提了一个理念 把我们所有的理念都包括进去 比美国的政策主张高明的多 美国提的是什么呀 美国提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知识 基于谁的规则 当然是他们各有几个的 他们自己捏过的 也就是他们的帮规 他们朋友圈的小规矩 叫基于规则的国际知识 然后要来格式化呢 他朋友圈以外的所有的人 这叫霸权主义 这叫单边主义 这叫帝国主义 你凭什么拿你的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知识来格式化 整个世界 中国提这个理念就高明的多了 所以两个理念往到一块一笔拼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中国提这个东西 把我们所有人都包括进去了 美国提这个东西 还是小圈子文化 因此美国人不痛快 因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这件事情上 不是一般的不痛快 而是说我不但不痛快 而且我肚子的脸发烧 我心里酸得要命 我是村长呀 你凭什么提了一个 我提不出来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老化里面 就同舟共济呀 四海之内结兄弟呀 有朋自远方来不宜月火 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 这个对中国来说 并不是说我中国弄了个词 来跟你对付 不是的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这是深深的 指于中国的文化基因的 中国人之于世界的理念 历史上由于地理的祖国 由于交通不变 由于通讯不变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是把天下和国 严格区分开了 所以说中国是最早的 有天下观的这样一个民族 所以观天下 以天下观天下 我们就有了中国人的天下观 我们就修身其家治国 平天下 四海之内结兄弟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 这个 范儿谢克先生 对中国的这个理念文化 非常接受 他说这无与伦比 前阶段由于霸权 美国只想颠覆中国 奴役世界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 他认为 不能听于抽象层面 首先 你美国不是要颠覆我们吗 你不是要奴役全世界吗 所以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第一条 就反对霸权 各国人民 各族人民 相互尊重 友好相处 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 要把反对霸权主义写到第一条 当前呢 他认为可以具体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以首先建立一个中俄 两国 中俄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非洲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亚洲建立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 等等 他说这个伟大理念的提出 现在是第一步 还要呢 中国和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还有 他特别强调 中国等国家的强大的军事 经济实力和智慧 以及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态度 才可能保证 他一步一步的实现 他认为 中国要始终有决心 有能力 坚定维护中国人民 世界人民 这种利益 然后全世界人民 才能够倾心的共鸣和热爱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伟大理念 才能够得到实现 一个外国人 一个外国人 从东欧 然后到美国 在美国 是拥抱整个美国 最后发现美国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他才生出了 对人类命运的深深的思考 并且他是行走的知识 走遍了世界上 一百多个国家 最后发现 解决人类的问题 中国的方案 中国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是真正的解决 这个地球问题的伟大的理念 他说这个理念 其中展示了 中国是如此伟大的国家 中国在国际上所做的一切 除了给中国 在世界上争取 一个好的地位之外 更重要的是 让全人类更好的工作 全人类更好的生活 这不仅包括中国人民 也包括世界各族人民 有爱世界各族人民 共同发展 共同努力 共同繁荣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听说 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报告了 什么是电视台演讲了 很多学者都讲 我看了安德烈先生 安德烈弗尔切克先生 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 我对这个问题也认识 由此而深刻 我听了这个演讲之后 我发现安德烈先生 他对于这个问题 那种分析 不是说理论有多强 我们很多人的调书带 过分强调理论 强调逻辑 强调那四六劲 强调排比劲 那个东西没用 那东西是形式 安德烈先生 为什么这个问题 看得那么深刻 因为他有切伏之痛 因为他自己上了一个大档 因为他走了一个大支子行 因为他世界上转变了之后 发现 过去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在东欧的时候 是上了档 相信了每个人 说那条东西 结果发现这个世界 原本不是这样 结果他发现 按照美国的理念 来治理世界 世界根本就没有希望 结果他发现 现在人类生产力 已经发展到 这个水平的时候 根本就不应该 有这么多人饿死呀 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没有医疗保险呀 不应该贫富差距这么大的 所以他认为 中国的理念 迥异于美国霸权 美国霸权就是弱弱强势 对比着看清的 中国美国 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理念 为什么是指导 人类走向未来的 一个伟大的理念 我看到 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的 这种说法 我甚至有一种激动 我们很多人 讲理论的时候 讲到你睡觉 安德烈先生讲这个故事 你不可能睡觉 你怎么可能睡觉呢 一个事情和你的利益 确实相关 你能睡吗 安德烈先生后来死了 他怎么死的 在美国国内的右派的保守实力 极端的政治思潮泛滥 富尔切克先生受到打压 不但受到打压 而且生命受到威胁 他被丑化 被诋毁 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脑子洗了脑子 普通的美国人都去骂骂他 这些倒还在其次 他在出国旅游的时候 在第三国神秘的消失 所以我在第一期节目当中 我跟各位说 我特别希望安德烈先生 有一天来我的节目 来做客 我能够向安德烈先生请教 他对中国的认识 和中美关系的认识 或者这种愿望 永远没可能实现了 一个为中国说话的美国人 一个倾心向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未来的 一个美国人 一个政论家 一个记者 一个激怒了美国丑恶 让美国觉得没有面子的人 就这样在世界上消失了 这个个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讲真话 是要付出代价的 说明了美国的这种呢 这种所谓普世人权的 这种美好的面具下边 他有各种各样的嘴脸 其中一个嘴脸 就是向对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 采取的手段 那当然和支撑飞机啊 和这种这个无人机啊 直接射杀 苏莱曼尼将军的这种做法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一样 都是在第三国 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一个生命消失 你有证明证明是美国人干的吗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 将来也许会有 但是 借往至今 根据美国人一贯的做法 根据美国人一贯的做法 这件事美国人干得出来 所以前两期节目 我曾经谈到基辛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 基辛格多次来中国 荣兵之旅 我们对基辛格非常高的评价 基辛格谈到世界秩序 说世界不行 不能打起来 必须要建立一个秩序 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 对基辛格说你们要警惕啊 他说那世界秩序 是白人至上 白人统治世界的秩序 安德烈先生这份警惕性 这份对中国人的提醒 他发出的这个声音相当独特 这种独特的声音 中国人觉得心里一惊 哎呦 是吗 美国有些人如盲在背 如梗在喉 他不能容忍 安德烈先生 安德烈很年轻啊 比我小得多 大概比我小六岁 这个生命就消失了 对于安德烈先生的死亡啊 美国媒体当然是一片死一样的奇迹 我们国内呢 很多人啊 我看网上有很多人 说这个是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主义者 这是一个真正的把人类的命运 看得比自己生命 还要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光辉点本 但实际上在网上的声音也不大 那希望我的节目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 认识到安德烈这样的知识分子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好人为什么不长寿呢 怀念福尔切克先生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记住福尔切克先生对中国那些建议 现在回想起来 就接受这个张博士采访的时候 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 福尔切克先生对中国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 比方说第一 他说中国需要转变过去啊 过于亲西方的观念 改革开放so open 改革开放干嘛呀 就跟人家做生意啊 学习人家长处啊 但是他提醒说那你也不能失去自我呀 你不能因为你过分亲西方 被颜色革命颠覆 他说你不能失去自我 要避免被颜色革命颠覆 国无精神不利 要树立起以我为主 主导世界的大国思维 所以他这个说法和我们的某近年来 特别是2012年的某些改变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当中不谋而核呀 一是我们国家的大国之策 第二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 对人类未来和平发展 清晰相望 甚至不惜以命相搏的一个美国的政治的支持分子 他得给中国的建议 我们今天不经常说大 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 就中国是解决世界问题 要中国方案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人绝不能拿 我们的核心利益人家交换 就不能过分亲西方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他说如果你过分的亲西方的话 只会跟着西方的媒体五文弄墨 甚至不幸被颠覆 那中国就会冒着被肢解的风险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呢 有被肢解的可能性的话 那么在2012年之间 中国那个时候呢 一部分人那个地方知道思想多元化 有些人跳出来 有些人手出两端 有些人甚至呢 把国内的钱呢 倒挡出去 知道吧 两种选择 做必上官 按说你守徒有责啊 不 他这个时候 两种可能性都好 中国无论怎么变 他都要保证自己的个人利益 自己的家族利益 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得到保护 因此安德烈培尔切克先生 对中国的忠告第一条 我们要记取 这也是拿命换来的教训 第二个对中国的决心建议 他说 中国呀 转变过于亲西方的观念之后 还要有迅速有力的实际行动 和巨额的投入来保证 中国有钱 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巨额投入 投到哪去呢 他说必须有巨额投入 来保证我们不被人家颠覆 他说 建议中国要研究西方 尤其是美国 美国人最早的时候 是怎么精心 精心算计 精心设计 投入巨大 建立起美国的世界级媒体宣传体系的 注意呀 富尔切克先生 关于中国怎么样 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在意识形态宣传站 所谓舆论场当中 怎么样抵御西方 他是做的研究 他是记者出身呀 政治评论家 走遍全世界 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评论人物 他说 美国是怎么设计完成的 中国有这么大的财力 凭什么在世界上 美国人说了算 美国制造中国的谣言 那么多的美国人就相信 那么多的西方世界就相信 中国现在为什么不能投放巨大 学习美国研究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怎么对付美国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优势 宣传优势 美国在宣传上的这种优势 控制其他国家的这种能力 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 如果不研究的话 我们很可能还会犯错 他说你这样的中国呢 选择的学习 西方媒体 特别是西方媒体 如何控制信息 控制世界话语权 还有理念的技术的精华 从而装入中国的宣传信息 让世界了解呢 中国的真实面目 中国伟大的梦想 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性 理念才可能实现 我是觉得 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 他说这话呀 非常给力 相当管用 这期节目说完了 下期我接着再跟你讲 安德烈福尔切克先生对中国的忠告 我接着你 我接着你 我接着你